在五遍中來敬拜讚美你 主啊 我們知道我們教會接下來有很多志工要進行 包括聖誕劇的表演 現在小朋友們已經進行羅密鼓的在練習 求主你試恩典慈愛 與這些小朋友導演同在 讓他們滿有主你所試的智慧能力 讓他們在排練的過程 也能夠兼顧他們學校的通課 主我們謝謝你保守這些年輕人 使他們能夠一生走在主你的道路上面 讓主你的慈愛恩典求他們 主我們謝謝你 也求主保守我們的牧師師母他們一家人 讓他們能夠在主你的裡面 滿有智慧能力 來帶領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走在和神心意的道路上面 主我們謝謝你 也保守我們眾弟兄姊妹 能夠同心合一的為了教會事工來努力 來奉獻 主我們謝謝你 保守我們以下的聚會 求主你帶領我們 從今天開始的聚會到末了 我們將祷告 主奉耶穌基督聖明求 Amen 接下來我們來公讀今天的聖經 今天的聖經有兩段 可以記載在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二十四到三十節 還有三十六節到四十三節 我們現在的第一段 馬太福音十三章 二十四到三十節 好 請 耶穌基督又設個比喻 對他們說 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裡 幾至人睡覺的時候 有求你來 將蚌子撒在蚌子裡就走了 到長苗五歲的時候 蚌子也顯出來 天主的仆人還告訴她說 主啊 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裡嗎 從那裡來的蚌子呢 主人說 這是手裡做的 主人說 你要我們去蚌子買嗎 主人說 不必 恐怕蚌子 連蚌子也拔出來 從這兩樣一起展 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 我要對收割的人說 先將蚌子拋出來 混成混 留著沙 唯有蚌子要收在蚌裡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 請進了床子 他的門徒進前來說 請把天天蚌子的比喻 講給我們聽 他回答說 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 天地就是世界 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撒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 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將蚌子拋出來 用火焚燒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拆遣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惡的從他國裡跳出來 留在火爐裡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實了 那時一人在他們附的火裡 要發出光來 像太陽一樣 由而可聽的就應當聽 好以上請小朋友到三樓 好 接下來請陳牧師來為我們正道 今天正道的題目是 撒落麥節的拜子 撒落麥節的拜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在主日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聚集在主的聖殿裡面 我們先一起同心來一個禱告 愛我的父神上帝 我們謝謝你 保守我們過去一個禮拜的生活平安 也讓我們在今天的時候 預備我們的心 來到你聖殿 要與你相會 與你見面 求你親自的啟示我們 讓我們從你的話語裡面 得到建造 讓我們的生命 能夠越加的親近你 讓我們的所做所為所說 都能夠合乎你的旨意 願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在毫土裡面 長大的麥子 求你也練進我們的生命 更加和你親密 謝謝您 祷告奉耶穌基督聲明 Amen 那今天的經文 有一點的難讀對不對 那個念拜子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一個草字頭 一個女孩子 一個修母的乳 它其實有兩個讀 一個是 好 一個是修 所以一般教會 因為我也是高中才知道教會 每次遇到那個事 大家都懶鬼挑鬼 然後就過去了 所以你們是念修還是念好 都不是 好 那個你等一下就 那個 我們學面 因為他們跟著我念 所以我就念 好 那有的可能念乳 可能就變成乳杯子 是不是 好 好 對 沒錯 它有好跟修兩個字 所以那個字 我們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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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會變成 會變成乳杯子 那個 那個敗也變成杯 好 好 所以那個 如果有人 有人 跟你說 我讀了很多聖經 我說 是 來我們來讀嘛 在福音十三章 來你念一次給我看 或你也是給我聽 那你可能 就看到他把這個聖經 就 跳過去了 好 那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一個比喻 這一個耶穌所講的 撒落麥子的 麥天的拜子 是他跟其他比喻 非常不同的地方 好 不同在哪裡 有人 有沒有現在 念完經文就發現 覺得哪裡有不一樣的地方 好 生姿很多 好 那不是耶穌故意討我們的 那是我們翻譯過來以後 變成這個樣子 好 有沒有覺得跟其他的比喻 尤其這是馬賽的記載 如果你跟馬可記載的時候 然後每一個門徒都變成了淡水的名牌 淡水有什麼名牌 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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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魚丸對不對 魚丸 然後馬可福音一講到門徒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魚丸 魚就是魚妹的魚 丸就是頑固的丸 他們都說門徒魚丸 可是在魚丸是什麼 所有的比喻 或者耶穌跟他們講的話 跟著他們兩三年的這些門徒 沒有人聽得懂 然後這個比喻 我剛才講跟其他比喻 非常不一樣的在哪裡 對 那個 給肉丸一個貼紙 他們自己要求要解釋 他們自己要求說 主啊 我們不明白你的道理 你可不可以講得清楚一點給我 給我們知道 所以像這樣子的故事 我上次講的時候 我們會說 爸爸就好像代表什麼 媽媽就好像 不是媽媽 大兒子代表什麼 小兒子代表什麼 在這裏的時候 耶穌清楚的告訴他們 好 剛剛我講的這比喻裡面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意思 耶穌他所有三年半傳道的事工 以宣講和教導生命之道開始 然後詩人有個叫 約翰貝瑞曼的情容說 耶穌的傳講 他講得到是精簡傳神又清新 所以他講的話語 非常多的追隨著跟隨著他 耶穌很會用比喻 他把一些很深奧的道理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他用日常生活的故事 淺顯易懂的一個方式 來解釋天上屬靈 或者很抽象的觀念 由於他的比喻非常的生活化 因此沒有受過教育的門徒 那時候我們知道打魚的 彼得 還有一些可能就是知識水分 都沒有那麼高的 這些門徒和民眾都能夠了解 耶穌在這些的比喻裡面 他從來 他就說就好像 就好像什麼 沒有像一個清楚的定義 為什麼他不下一個清楚的定義 你們想一想 因為天國 我問一下 在大家日常生活當中 天國你有看到 或你有什麼 覺得怎麼樣就是天國嗎 耶穌非常了解的 因為他知道 只要定義一下下去 人就會開始追求那種 有形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他只有說好像什麼 因為他知道 人是傾向於看得見 又有全能的國度 如果今天耶穌剛說 就好像現在羅馬帝國 然後比羅馬帝國 還要好上三倍 那他們可能就說 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各方面 要比羅馬帝國還要好 所以他沒有用一個 看得見又有全能的國度 來跟他們分享 所以耶穌用一系列的故事 將天國的特質表達出來 所以他常常說 天國好比 天國好比什麼什麼 他選擇的題材很生動 生活的寫實像 他想到天國就像農人在插種 就好像富人靠餅 就好像我們在尋寶 就好像我們在捕魚 所以人們會專心聽 回去想 甚至於今天的經文 就是他甚至於還回頭問 那這些比喻有助於耶穌 來保存他的信息 因為這些是他們會的言語 所以人家問他的時候 我跟你講就是抓魚啊 天國就是抓魚 我解釋給你聽 可能那個人他就會用 他聽得懂 他會說的語言 來達到宣揚那個國度的一個目的 馬太福音裡面 來讀過馬太福音書的人 天國的比喻一共講了幾個 改心話點 來誰要先 來幾個 大概幾個 天國的比喻 有關天國的比喻幾個 我聽到有八個了 不知道誰講的很小的 再更多 有沒有人說 我就知道比八個更多 十一 十一 快接近了 再多一點 十二 十二 幾滿十二個再加一個 有十三個天國的比喻 裡面今天我們讀的 十三個天國比喻 第十三章 佔了幾個 剛剛有人數了 八個 可能有人說八個 十三章就看到八個了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十三章 大概就是耶穌在這裡說的 我的比喻的一個專章 就是很多很多在講天國像什麼 在拜子的比喻裡面 他用了七個九息 就好像是 他用九息 如果我們看 那個台語的漢字版 就是說 就像是 就像是什麼 用這樣的一個解釋 那耶穌講的很明白 拜子是那惡者之子 撒拜子的就是魔鬼 好種就是天國之子 田地指的就是這個世界 撒好種的人就是人子 好 那田地 就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 經文記載 人子在什麼時候 來到這個田地撒好種 白天 魔鬼等 魔鬼這些人 在晚上鬼鬼祟祟祟的 把拜子撒在這個田間 那這個田地 田地是屬誰的 我們會說屬魔鬼的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主人在這邊撒 我們一般 講世界的時候是講魔鬼 可是他這裡所的田地 他講的就是這個田地 算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可是這塊田地的主權 一樣是田主的 為什麼從哪裡看出來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 我們基督徒 我們雖然會說 這個世界屬魔鬼 所以魔鬼 那個猖狂 猖獗 那是應該的 因為主耶穌說 我們不屬這個世界 可是這裡面 耶穌 耶穌他用了兩個對照 剛剛講的 人子在什麼時候灑狂 白天 魔鬼在晚上鬼鬼祟祟祟的來 我們會知道 所造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在神所看都是好的 那耶穌基督 他就告訴我們 在這世上掌權的 透過權力 地位 為錢財 情侶 來迷惑 或者使我們 在這個地上所追溯 主的是世界之主 在這個世上 我們看到想要追求 有情的 這個是屬於世界的 但是 所有 所有 天下萬物的同管 就是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 要知道撒旦的存在 他的工作 就是將上帝原本創造 美好的事物 變成仇惡 變成仇惡 昨天我有給青少年 看一部片子 那個是中途島 一個紀錄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那是在2012年去年 秋天的時候拍的 中途島 他在太平洋什麼地方 北方 北太平洋 在北太平洋地方 中途島 他離最近的任何一塊陸地 大概有2000英里那麼遠 那 那個紀錄片拍的是 在中途島 已經棲息了 好幾 大概十幾二十萬隻的 寶欠天窯 但是呢 那個 生態調查家 過去看到 去那個島的時候 發現非常的 驚訝 因為島上的這些 鳥都怎麼樣 都死掉了 用鳥 死了好幾萬隻 然後把它解剖開來 裡面都是這種 塑膠的東西 最多的就是 我們喝飲料的瓶乾 因為這個大洲的信念 我們看到海上 有東西的時候 他衝下去 他就抓了 就是蹲到這邊 他等那個小鳥 他嘔吐的時候 讓小鳥吃 他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是好的 或不好的 所以小的這些用鳥 很多都死掉了 所以科技 或者方便便利 帶來生態的破壞 超過人可以修復的地步 你們知道嗎 剛剛我講的那個例子 在海上 在太平洋漂流 全世界五大塊 叫做塑膠濃湯 如果我們把海洋看成是 好像一個湯麵 塑膠濃湯 就那些 因為渦流的關係 把那些垃圾都集中在海面上 大概你知道 那個面積現在有多大嗎 兩個美國多大 在海上 這是我們很難去想像的 然後上面 在中途島裡面 也有台灣 那個荒野協會的人去參與 然後當然調查 看到很多繁體的 賴打火機的資樣 你看 那就是有台灣 台灣漂過去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 我們覺得我們有分類了 我們有做很多東西 但是如果能夠盡量不使用 盡量不使用塑膠的物品 我們就不要使用 然後最後這一個步驟 跟大家提醒的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脈絡裡面的其中一個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大家很重要 我們覺得吃魚最健康 可是後來有個報導 現在浮在海面上的塑膠力 或者很小的 它是浮有生物的六倍那麼多 所以很多的小魚浮起來死掉了 或者說累積在體內的 這些塑膠進去以後 都是會產生一個 那個叫什麼 影響慈激素的 那個我忘記那英文 塑化劑 對 塑化劑 然後影響慈激素的 所以那些肉 這些全部吃下去 都影響男生死性化和女生 感染它第二性質的出現 所以我想這個 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做什麼 但是透過今天 我們在這裡講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看到 人間美好的事物變成醜惡 上帝本來讓這些生物生養 或讓這些魚讓我們得到飽足 但是呢 卻透過人的便利或科技的進步 為了追求更便宜 廉價的東西節省成本 而造成整個生態的破壞 這已經超過人可以修補的地步 人可以修補的地步 但是今天我們還可以活在地球上 世界有那麼多的醜惡 卻還沒有崩潰解體 其實神都還在眷顧我們 我們的田主 這個田地的田主 耶穌基督 他不斷的 他不斷的 他收割以後 他繼續撒種子 他不斷在這塊田地裡面 撒更多好的麥子 叫我們這個世界 不要有一天變成敗子田 我們有沒有繼續撒好種 還是說算了 那撒種也沒有用 好 我們有沒有相信 在這個世界 麥子依舊是多過敗子 因為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仍然也主持主耶穌基督 所以基督徒有時候我們 說世界是魔鬼的時候 我們會落入屬民論 我們會說 連保羅都說 我死了 對我是 就是說是有益處的 我可以跟主耶穌在一起 那這個世界我們都算了 不要管他了 這時候你容易變成 這個信仰 只是你個人去 像其他宗教修行 如善其身 不要忘記 主耶穌的主導文 告訴我們當中 一句很重要的話 什麼 願你的旨意 是的 耶穌基督他沒有放棄這個世界 正如他沒有放棄我們每一個人 他透過更多的基督徒 成為好的麥子 成為修割 成為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的時候 他要證明他仍然是掌權所有的一切 昨天我跟清少年在跟他們講的時候 我說你們要常常提醒自己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們有神給的特權 這個特權就是公主王子的身份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神有給我們特權 贖回以後 我們有這樣尊貴的一個身份 第二個 我們每一個成年人 老年人 我們要像這些年輕人 深深的一舉功 或許就是說 我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做了一下的事情 我們讓這個世界變成 許多的情慾 許多的詮釋 許多的扭曲的價值觀 讓這些的孩子 他們沒有辦法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他們必須在這個險惡的當中 做這些的選擇 可是我跟這些孩子說 正因為如此 你們正是扭轉世界的關鍵 你們要知道 要知道什麼呢? 例如在礦野裡面 當上帝消滅一整個世代的時候 是新的世代走向移序之地 我說你們有重責大任 要帶領這個已經扭曲 一個價值觀扭曲 一個可能性泛濫 很多不好的一個社會的時候 如果你們可以 謹守上帝的話 你們可以用上帝的話 做根基的時候 你們將是帶領我們 扭轉這個世代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如此說 美國有拍很多的電影 尤其像那什麼 紙片對不對? 都有一個男主角 有一個女主角 她很特別為什麼? 她身上有那個血清 她就可以看那個殭屍 或者被感染 哇!全世界的希望 都是在那裡 沒有錯 除了這些年輕人 我們這些父母親 我們其實 我剛剛講年輕的 他們越天可能越有壓力 我們自己也都可以 我們自己在這個世代 我們選擇走跟這個世界 不一樣的一條道路 選擇更明白主耶穌基督心意的時候 我們將是在這個世代 有不一樣探見 不一樣作為的一群 也就是我們在這個田地裡面 我們去成為好的賣子 而不是拜子 每一個基督徒 都有一間屬於他的教會 都有一間屬於他的教會 有時候這些教會 有他吸引人的特質 就好像有一個 就是說 一塊一塊的田地 有的種子在那邊長得很好 有時候這個地方 也有不盡理想的地方 在一塊田裡面 有的時候 有些地方有石頭 有的土沒有收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有時候我們才很積極的態度 投入了我們的力量 時間和金錢 希望把教會變得更理想 可惜往往我們花了很多的信力 卻覺得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覺得 教會應該是這樣嗎 教會不應該是那樣嗎 有時候我們覺得 教會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拜子 我們有時候希望早日能夠清除 能夠保持一個聖節的群體 好 那不然有一天如果這些拜子 長了這些麥子 那個更大的時候 甚至於說擠壓到他 會傷害到這些的麥子 好 麥子跟麥子 容不容易分辨 在聖節裡面 耶穌會用這兩個 來做一個比喻 就是因為 他們長得非常的像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它是拜子 要把它拿掉的時候 結果一看 或者一播放 對不起 是營養不良的麥子 它不是拜子 但它已經被摘下來了 它已經被摘下來了 所以耶穌在許許多的地方 它會提醒一件事 你們中間 誰若是沒有罪的 可以拿起石頭 丟下它 我們有時候 拜子跟麥子的時候 誰可以分辨 誰有這個主權 去把它清除 而這個就是 上帝 就是主耶穌基督 所以世界或者教會 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當中 麥子跟拜子 常常是相合的 這是人性的事實 教會當中 絕對不可能 只有麥子 所以我們有沒有聽過 一個 我們常常聽的故事 有一個人在找教會 找了教會 終於有一天 找到了某間教會 感謝主 Hallelujah 我終於找到這間教會 那人家問他說 牧師問他說 是怎麼樣 找到這間教會 你怎麼那麼激動 他說我找教會 找了三年五年 找了超過一百間教會 我終於找到一間 我認為是一百分的教會 然後這牧師跟他講什麼 這樣喔 那我請你下個禮拜 你要不要考慮 不要來我們教會 為什麼 我千辛萬苦才找到 因為牧師說 因為如果你是用這種心態 你來了 那我們的教會 就不用五百分了 就不用五百分了 就好像我們男生 有時候在交往的時候 有時候你說 要找一百分的男生 或一百分的女生 可是你在人家的心目當中 有一百分嗎 所以我們要知道 在教會裡面 我們可能不容許 或者說有時候看到 許多的不完美 但是我們是如何在這個當中 來去讓神的主角來這邊彷彿 福音派有一個作家 楊斐莉 那個楊斐莉牧師 他在一本書叫做 《合必上教會》 那他在這裡我講一件事 他說他出生是在美國的亞特蘭大 那他的教會是屬於一個 基督教基要派教義的 就是一聽名字就是很保守的 是一個律法主義的基督教基要派教會 教會那時候在當地 一直散發著歧視黑人的信息 有一陣子他受不了 他就離開了教會 後來他又回到了教會 那時候他不斷的尋找恩典取向的教會 那他就說後來幫助他 對教會認識最多的是 芝加哥市中心 有一個叫做 拉薩雷大街教會 拉薩雷大街教會 和許多教會一樣 他有財務的困難 有偽生的基督徒 有冷眼旁觀的基督徒 他位於芝加哥最富裕 和最貧窮的社區中間 然後那裡的牧師叫做 賴比爾 賴比爾牧師 他在種族歧視的基要派教會長大 那他卻在當地將種族融合成為教會首要的目標之一 然後在教會裡面 有一個叫做阿斯的年輕的黑人 他在平民區出生 那他規矩什麼都很好 憤世忌俗 他一年換24個老闆 有時候甚至於被送去精神病院 他如果主日早上吃了藥 那他就很正常 不然禮拜堂裡面就會充滿了很多的騷動 他有時候會坐在最後一排 那人還沒來的時候 他從最後一排 跳過椅子一直跳跳跳 跳到第一排的前面 然後有時候在公島的時候 那公島的時候就是大家安靜可以禱告 他自己也會出聲禱告 說上帝謝謝你讓我看到 例如說瑪丹娜這種女星 哇她那種身材很好 歌得那麼少 那我覺得我很享受在其中等等 有一次他禱告說 這個阿斯這個黑人 他禱告 讓這間教會所有的白鬼子 因為他們都罵他是黑鬼 讓這個教會所有的白鬼子 牧師的家和這個禮拜堂被燒光過 在禱拜的時候就這樣禱告 結果一片沉寂 阿斯以前曾被三天教會直接趕出去過 但是他來到 他特別喜歡去找種族融合的教會 就我們歡迎黑人 我們歡迎白人 因為他進去 他可以讓白人不安 有一天他上成人主日學的時候 他發言說我如果有一把M16步槍 我一定會把這個教室的人都趕掉 那聽到的白人 每一個人都嚇死了 都嚇死了 那這間教會有些會有 包括一個醫生和精神恰當 大家在有限度之下就說 當然他遇到真的很沒有辦法說 當然要做一些的 如果他願意服藥我們請幫我改善 所以大家愛他 知道他禮拜天 每個禮拜三天他走了五里的路 五的話等於我們在乘以後 大概六公里 六公里的路來到教會 那會友們有時候就說 我們願意去接你 後來他從目到勇變成說 他洗禮成為基督徒 長老在問他信仰的時候 但是他都閃躲 他都沒有回答 當他第三次提出申請的時候 終於這個教會問他的時候 他也確信了 這間教會沒有放棄阿斯 給他很多的機會 這種恩典 這種恩典 讓我們了解上帝拣選我們 他付上了多大的一個代價 在這間教會裡面 我剛剛講的他可能有財務的困難 有很多基督徒委身 又冷眼旁觀的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教會 他可能有很多的缺失 可是他們有一顆基督的心 他們沒有從當中除去敗子 來做為自己是麥子的證明 他沒有機會讓灑蛋有機可乘 在他們的中間灑下麥子 因為他們知道今天能夠成為麥子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不是自己的努力 也不是自己的功勞 而教會的主人就是耶穌基督 每個人來到教會都需要耶穌 他們帶著各樣的掙扎 來到了教會 希望藉著信仰的力量 讓他們的生命可以來改變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間好的教會 不是看他的土是不是多肥沃 是不是這個主人很有錢 或者在教會裡面 是不是怎麼樣的人很多 這就是一間很好的教會 而是要看到有多少的人 能夠將生命中最好的部分 願意投入在教會 以上地的教導的愛去包容 去饒恕去和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實際發生在 或是都在台灣 但是是在教會 我們所說的教會實際的事情 那台灣有很多包含收容吸毒者 或者酗酒的這些的協會 他們也是用無比的愛心 來對待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 那很有名的步道家 格里漢牧師 有個年輕人去找他 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個好的教會 他說我現在教會不符合我的理想 格里漢牧師誠懇地告訴他說 在教會裡好好的服侍主 不然無論你去到哪個教會 都是用批判的眼光 看待教會的時候 教會早晚會因為你的關係 成為問題教會 這一個記載是記載在 格里漢牧師 他的傳記著作的裡面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了一塊田地 有麥子 有拜子 是好壞齊聚的田地 其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的寫照 我們生命裡面有沒有屬於拜子的部分 還是你說主要不是拜子 他是還沒有發育好 還沒有發育完成的一個麥子 實在絕對印象不良 我們要學習接納自己和別人的不足 同時要責善棄惡 讓心中的麥子不被拜子壓下去 我們要知道教會的生活是一個起點 打從初代教會 我們就開始看到很多的問題 都在那邊產生了 所以保羅所有的書信裡面 只要他講你們要 你們要 那就表示他們沒有做到 他們沒有做到 所以保羅不斷不斷在處理教會的問題 教會不完美 是因為人都有罪憲 我們再怎麼努力 教會也沒有辦法 到完全完美的一天 但我們不可以放棄 更有時候我們不能說 我們要駐上帝一把 來越過上帝做這些事情 我們常識找出了拜子 拜子 我們看到這個記載裡面 他並沒有說 在這個當中 這個主人還有在什麼時候 早上查中 晚上拜子已經去了 然後有沒有說去看看 主人就吩咐他的母僕 要在中午的時候 要在下午的時候 把那些拜子拔起來 沒有 沒有 什麼時候這些拜子被拔起來了 對 收割的時候 主耶穌審判的時候 所有的人所做的一切 都會顯示在神的面前 神的面前 但是耶穌基督 祂並沒有讓祂 等多虎 牧師 弟兄姐妹 我們有拔起那個拜子的權利 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權利 所以 當我們急著要住上帝一把 嘗試拔出拜子 拔出拜子的時候 這可能會叫上帝的家 教會 甚至於受到貴度 更多的虧損 其實每一個人 都像小孩子 跌跌撞撞 在摸索很多事情 有時候 有吵鬧爭執 不同的意見 但我們在教會 這不正是我們要尋的 互相的包容彼此的相愛 不透過定罪 而是透過愛心的實踐 來接納主妹的弟兄姐妹 就例如 耶穌在眾人當中 他看到一個人在書上 就是大家最討厭那個人 撒該 他說撒該 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到你的家裡 今天我們要住到你的家裡 包容 就好像耶穌接納撒該 我們可以 成為一個強壯的麥子 讓那個麥子 在我們當中 無法成長 或許 我們有時候耐心不夠 或許 我們實際行動的愛心也不夠 但是有一件事 你一定做得到 你可以專心在神的面前 當告 主啊我耐心不夠 主啊我愛心不夠 主啊我求你 幫助我所欠缺的 總有一天 這些看來 好像是帶子的 能夠在弟兄姐妹的 呵護之下 能夠茁壯成長成健康的麥子 願上帝祝福我們的教會 祝福我們每個家庭 每個人 同期來祷告 主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們在你的鐵地裡面 沒有被拔除 我們回顧過去我們的生命 所有很多東西的困擺 但是沒有因為這樣 我們在教會 在基督徒的當中 受到排擠 受到歧視 更多的我們看到 有愛心的弟兄姐妹 幫助我們在其中 茁壯成長 我們原來以為 我們是敗子 就像從小鴨 認為自己永遠就是 長得那副模樣 但當有一天 這些愛的力量 愛的滋潤 進到我們裡面 你的飽雪 讓我們跟過去 一刀兩斷之後 當我們的生命 重新建造 蛻變 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是一隻天鵝 我們發現 以前我們看似 貝子 原來只是營養不良 而我們正是 從你而來 有著 真正 你灑下來這個品種 我們是麥子 主耶穌基督 求你常常 要我們 回顧自己生命的狀況 並透過自己 不是成功的經驗 而是失敗的當中 如何依靠你的經驗 幫助更多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面前 得以站立 得以成長 得以讓這個世界 我們教會 越來越多的滿足 謝謝你 祷告奉 耶穌基督聖明 Amen Part ! 聖師園 賺定烜盜請吃力 我們來唱 成 Teachers第299首 安御征皇爷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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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